DJ小妍在课堂上教学员先认识自己的声音 调整出最正确的发音 再训练声音的各种表情 最后进入到配音 让学员能在工作上或生活上 将说话中的声音表现运用到最好的状态 我记得是第四次的当司翼的工作 那我在我自己的声音上 因为我自己会侧录 我自己会侧录自己的声音然后去听 那听到之后就觉得 我自己这次的声音 我很满意自己这次调整的声音 自己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开设了语音平台的直播 去应用自己声音的天赋 谢谢小妍老师让自己了解到 其实声音的特质 怎么去做发挥跟去说话的一些技巧 很多人喜欢广播 也着迷声音的魅力 再加上最近Podcast的相当流行 不少人也怀抱当电台DJ和播客的梦想 港督电台今年就在港督好声音的课程中 加入播客课程 让学员练习企划主持节目当个播客 课程之外还包括他们真的到电台去录音实作 在录音实作里头也有机会表现好的作品 可以在我们的空中播出 那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播客的课程 也是这一辆年最好的 那播客里头教大家如何入门成为播客 然后包括如何主持跟如何做访问 这一次的学员当中有来自各行各业都希望透过学习让自己有更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更具台风 也有不少学员是前几届的旧生再度回来充电学习 都觉得这样的课程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每一届来都一定会有新的东西可以让我就是更增进自己的能力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届都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心得 有一天我也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 不管今天是有机会成为DJ或者是Podcast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我希望我能够传递更多的开心快乐喜悦的正能量 现在的企业都非常看重 口齿清晰表达有条理言之有误的人才 透过电台专业的声音训练 让你一开口就有亮点 为自己争取机会也赢得好人员 记者萧宜轩赖昌邦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